眼下同样执法宽松的还有陕西西安的一个民警 他执法一句话就把别人给雷着了 开票就是8000元 不开票就是4000元 你要说这话吧 咱们从小商贩的嘴里或者是逃税漏税的饭店里经常听说 没想到从派出所执法民警的嘴里竟然也能说出这样的话 最近陕西西安的一名男子因为嫖娼被民警抓了 当时呢民警给出两条路 要么交8000元的罚款 要么做六个月到两年的牢 当事人当然选择交钱了 可第二天交钱的时候民警却说只罚4000元 罚款减半当然没人不愿意了 可是呢在当事人要求出具处罚单据时 得到的答案却是开单据那就要交8000元 不开就是4000元 只要稍微明白点的人都知道这开票和不拍票的区别啊 在什么地方 只是不知道打对折是这位民警的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呢 这不开票的4000块钱到底会进了谁的腰包呢